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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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什麼八管還有這死的問題 這個都有關係 我常常在回答這樣的問題 那就怎麼樣就是說你看很多人想說 父母親照顧了病了十年多少年 那照顧的家裡都負擔很大 醫生也建議講說他這樣子 但是活下去沒有什麼類似像食物人這樣 是不是讓他就走 那我常常會提提說你看 可以不救 但是醫生通常不敢不救 他想說要去搶救 但是他去搶救的話才麻煩 有些是救不回來 他去搶救 插管什麼 那插管一下子插下去 維生器去插了 你把他拔起來 你明明知道說 你把他拔起來 維生器去拔起來 他就會死掉 就變成殺人 所以說業就很麻煩 那你家人 在命令或是討論 然後教醫生把說說變成殺人的 還有那個你看那個子女 是侍母或是侍父喔 五無間業喔 所以說很重 所以要為什麼要很注意 我在講就是我講的方法 你看佛陀時代也有一些 有些人我之前也有講過的故事 有人會認為說 尤其阿韓經裡面記載 阿老漢會自殺嗎 其實如果對比丘來講 我們如果是自殺死的話 我們是換戒的 換托蘭者的 那比丘怎麼樣能夠死而不換戒 的方法就是剛剛你講的 我不吃飯啊 不吃飯就自然死 我沒有採取什麼行動 所以說就沒有犯自殺 因為是自然死 所以說沒有什麼故事 有些阿老漢就是這樣啊 你看他病到這樣子啊 但是沒有什麼 因為自然啊 反正就是病啊 痛啊 就自然而死 沒吃東西 沒喝水 幾天 七天幾天就自然就死了 這是沒有故事的死 像我未來也可以這麼做 他說了 他說 有這種問題 耶穌公仔 你會被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